波波玩游戏是真厉害 跟涅岛玩打手背 涅岛是输的真惨 不管涅岛怎么小心翼翼 波波都能很轻松地打到他的手背 波波甚至都不用看 也能一击击中 看涅岛这痛苦的表情 会以兴奋一秒钟 涅岛的手已经被打得颤颤发抖了 手都快打字了 这一波打的波波都乐得仰天大笑了 旁边看热闹的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而涅岛却在很认真的看不过手的动态 但还是逃脱不掉被打的命运 你点了 你怎么会说 我很快啊 大橙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忍不住拉了一下涅岛的手 哎 他们过去了啦 他手打烂了 现在总算是轮到涅岛来打了 他貌似对自己很有信心 你看第一下万事开头难 第一下万事开头难 涅岛不断努力地去试探波波 终于又打到了一下 他一下子就来劲了 左右 右 左 右 插 啊啊啊啊啊啊 你要不换手啊 右 右手是我的神器 哈哈哈哈 话才刚说完 涅岛就被打了 这打脸来的也太快了些 而且很快了我觉得 你觉得自己很快 可波波打你的速度更快 你好弱 哎 哈 啊 哈哈 就打了三下 我下一次换球 他不能问一下 波波见涅岛被打得这么惨 就问他 还要玩吗 还要玩 他一眼打脸是真的不急了 结束后 波波和涅岛把手放一起做对比 肯定你的残 我是红的 我是肿红的 你的已经不接戏了 抖音 对王宁 了解 四个瓶岛 来吧 豆腐